亲爱的小朋友,大家平安 我们思想 在教会中我们会奉献 有人就会以为 哇,好像上帝很穷 所以需要我们为他奉献 请问这样子的想法,对吗? 今天我们讲思想诗篇第五 诗篇,他当中提到了 人对上帝的奉献 在旧约 他们奉献牛羊给神 献为凡计赎罪计 那难道上帝需要人的这些牛羊吗? 上帝怎么说呢? 上帝告诉我们 山上的飞鸟 野地的走兽 都是属于上帝的 上帝创造一切 创造万有 世界和其中充满的 都是上帝的 上帝一点都不缺少 反而是把丰富的恩典供应 赐给万物 赐给牲畜 赐给我们 神完全不缺牛羊 上帝要的不是牛羊 而是我们对神的爱 对神的信心的奉献 而这段经文也提到了 有一些人口中传讲神的律法 口中提到神的约 但是内心里头是恨恶神的管教 根本违背神 抵挡神 也起来说恶言 编造鬼 诈 毁 棒 弟兄 来攻击人 这样子的人 神要责备 神要实行公义的审判 我们要知道 神 看的不是我们知道多少 而是我们遵行的多少 神的话 有一天我们都要面询神 求神让我们 能够真实尊一神的话语 真实的悔改 这段经文也提到了我们 来到神面前 我们要深深知道 我们的神来了 我们的神降临 如同在西乃山上降临 有烈火 有暴风 神降临来审判万民 因此 我们要何等的战斤 今天我们应当回应的是神 发出言语 呼召天下 我们要起来聆听神 积极的认识神 更重要的是 以感谢献上为记的 便是荣耀神 让我们起来感谢神 起来数算上帝的奇妙恩典 是的 这一章的要解提醒我们 神若是饥饿 神不用告诉我们 因为世界和信用 所充满的都是神的 是的 这万有都是神的 神根本不缺 而我们能够奉献 神给我们很大恩典 翻译 感谢献上为记的便是 荣耀我 那按正路而行的 我必使他得着我的救恩 是的 神不缺 任何的牛羊 神要的是我们的心 我们的感谢 我们来遵行祂的话 我们来祷告 主耶稣我们谢谢你 你是丰富的神 你是掌管万勇的神 让我们的感谢心 来到神面前 敬畏你 顺服你 祷告仰望 奉耶稣的名 阿们